大家好,欢迎来观看我的书法小视频,您的支持就是对我坚持下去的动力。 这期视频说的是车乘走过北面的沙洲,越过南面的山岗,洛神转动白节的脖颈,回过清秀的眉目,朱春微起,缓缓地沉塑着往来的纲要。 美丽的洛神坐在渐渐远去的车上,还不断地回过头来,想作者倾诉自己的一片忠肠。 洛神父因为他的优美文字和唐朝著名文学家李善的浪漫注释而风行天下。 洛神父里飘若惊鸿,宛若游龙,灵婆微步,罗瓦生辰,写的洛神到底是谁呢? 古往近来很多人都认为就是曹子健的嫂子,曹丕的皇后,真夫人。 但有一派学者认为这是不可能的,第一,算一算双方的年龄就知道了。 当年曹操打败袁绍的时候,真是22岁,曹植刚刚12岁,一个12岁的小孩爱上艳若桃李的嫂子,也许还有点青春期的蒙动和幻想因素。 但是一个22岁常年女子爱上一个12岁的小弟弟,这样的可能性又有多大呢? 退一步说,就算是曹植和珍世真的跨越年龄,两情相悦,珍世死后,曹丕为什么要把珍世的枕头送给曹植呢? 这也太不符合儒家礼法了吧,就算是曹丕居心叵测,故意拿珍世的枕头来刺激曹植,曹植又怎么敢接受呢? 还公然写,敢真父回应,这不是在太岁头上动土吗? 这样看来,这个故事太不符合常情常理了。 第二,作为小叔子这么做是不成体统,作为兄弟之道是不义,就君臣之道是不忠,是大逆不道。 第三,曹丕是出了名的小心眼,为人阴狠,曹丕称帝以后,让曹植做妻不失,想着法子要除掉他,曹植还敢写什么,敢真父呢?他不要脑袋了吗?